一 恭喜西門町遊客中心以及自動派出所參目 歡迎神秘嘉賓 曉雷恩展示範 四三樓的西門町遊客中心今日揭幕正式營運 提供遊客諮詢服務 二樓還有舒適的休憩空間 不同語言的旅遊圖書讓民眾觀看 三樓的行李寄放服務 讓遊客輕鬆暢遊西門町 還有充電 飲水機 雨傘接用等許多貼心的服務 讓旅客感受台北市的熱情友善 我想西門町是非常具有特色 在地文化 擁有美食 更承載很多老台北人記憶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高中就常常來西門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次來 都到萬年大樓 不管是我很喜歡的模型 雜誌 這邊有很多的影城 包括月深 國冰 每一次來 品嘗美食 橫著我們阿中麵線 還有楊桃冰 旁邊的老天鹿鹿味 我想都是大家非常美好的回憶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遊客中心最主要 其實是希望我們能夠迎接 接下來許多的國際觀光客 我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出國的經驗 我自己個人 不管是在美國到歐洲一些主要城市 或者到東南亞 新加坡 泰國 或者是日本 韓國 我想我們也看到他們迎接觀光客 發展觀光 也都提供很多這些遊客非常好的服務 因為當我們到一個城市 常常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次遊客中心提供的 不只是基本的相關資訊 而且我們提供遊客很多休息的空間以及環境 包括我們有閱覽空間 我們也提供 當我們國際旅客來 手機的充電器 充電站 同時也很貼心 當我們有自行車族 他們來這邊旅遊 在騎車 我們簡單的維修設備 同時我們也推廣 包括性別平等 我們有性平友善的廁所 也有親子友善的哺乳室 這些空間 所以爸爸媽媽帶孩子來 都可以享受到這樣子友善的環境 另一方面 我們也很貼心 我們也提供了旅客行李寄放的置物櫃 也就是很多國際旅客來台北 不用再提著大大小小的行李 來逛西門町 來到遊客中心 放好行李 可以自由自在地 逛好我們的西門町 另外 我們這個遊客中心也結合 行動派出所 我們的人民保姆 所以也確保我們周邊環境 整體的治安 給旅客最好的安全環境 其實剛剛跟幾位我們年輕優秀的服務人員聊到 確實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剛剛提到前幾個星期 最近疫情後 很多國際旅客來 有一位泰國的旅客在Net 掉了他的錢包 他就很著急找到我們的服務員 然後請問怎麼辦 我們馬上貼心的先問Net 他們沒有看到 然後就說會不會有人撿到 然後送到捷運的15招領戰 打電話去問 也不在 後來尋求我們派出所 然後在描繪整個錢包的樣式之後 我們警察同人告知 有 有符合 哇 所以這個泰國旅客 趕快去找回他非常著急要尋找的錢包 因為裡面可能有信用卡 有些證件 所以他非常的感謝 然後他有提到說 過去在新聞上面看到 台灣人是非常的友善善良 他這一次終於見證到 所以我想除了我們的硬體建制 其實我們貼心的服務品質 更是吸引觀光客最大的亮點 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提升整體的觀光 在疫情之後 迎接全新的 嶄新的未來 也謝謝所有的議員 委員 里長 共同的努力付出 在選 選定今天這個 黃道吉日 開幕 今天在西門町的遊客中心 它啟用了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所有的觀光客 國際觀光客 其實來到台北 西門町幾乎是第一站或第二站 是必遊的點 所以它其實是世界各國的旅客都有 所以相對的它旅遊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因為這樣就選定了這樣的一個 大家都知道漢中街也是一個 西門町的核心 那它就是提供一個服務 那在這個服務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只是一個 以這個站來說 它就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就是說 其實 這裡因為太多背包客 或者是他來到這裡是第一站第二站 所以我們就跟其他的旅遊服務中心不同的是 我們還有行李置物櫃 也就是說你來了 你可以把行李放好 那放好以後你就可以安心的去購物 去旅行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警察的機動服務站 它也就是從所謂的讓旅客安心 因為畢竟這裡其實它旅客來旅行 它可能會有各種大大小小的事 它可能去某一個地方 它忘了把一個東西遺漏在這 那這時候其實這樣的警察機動服務 就可以提供最即時的 所以這算是台灣唯一一個座 第一個既有行李置放服務 還有一個警察機動服務 所以也就是一個安心安全 又可以享受到完全旅遊服務的地方 所以國際觀光客已經來到台北 大家都知道非常多 那在這個部分底下 其實在這一個點我們也有走動服務 我們在週末的時候 其實除了這一個點 在那個整個西門町的一個路上 都可以只要大家有標示 我是講泰語 我是講英文 我是講略文 我是講韓文 大家都可以多多利用它們 那我們都是希望大家在台北 就是有一個非常愉快的旅行 歷時五年打造這座新穎的遊客中心 旁邊還有機動派出所進駐 讓旅客感受安全的旅遊環境 接下來遊客中心也會推出打卡玩遊戲抽獎活動 歡迎民眾來抽美食 旅遊環境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在錄館 詞格言